這間餐廳叫米吹,位於 K11 Arts Mall 餐廳的店面風格簡約,採用溫暖的木系色調,令人十分放鬆 櫃台後方陳列了超過 27 款的日本清酒,增添了不少日本風情 座位旁邊亦有少少花的裝飾 餐廳所主打的日式蛋包飯,它的招牌藍黃旋風炒蛋 用日本最好的赤卵藍黃做主角,入口滑漏,油膽味濃厚 我們餓了一小時五,到現在已經四點了 所以除了點了兩個蛋包飯,我們還點了一個七味蒜香阿波雞心做小食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雞心? 它就像彈牙的魷魚和雞腎的味道混合味 油脆的口感和大排小炒的味道,我們就蠻喜歡 說回蛋包飯,我們分別就叫了 烤150g 手工六二島純牛肉漢堡 配藍黃旋風炒蛋 烤特上牛腰柳肉,配藍黃旋風炒蛋 烤150g 手工六二島純牛肉漢堡 一上桌就看得出它是剛煎完就馬上碟 熱度足夠之餘,肉針還十分豐盛 選配的日本十六紅米,以比較像坊間常見的草米飯 口感十足 至於另一道特上牛腰柳肉配藍黃上風炒蛋 和150g 牛肉漢堡泡相比 只有幾塊泡在面上,性價比不高 但依然充滿肉汁,不會有肉渣 說起咖喱,餐廳同樣講究 以雪梨,蘋果,洋蔥,番茄,甘筍和薯仔等多款蔬果 再加入印度香料,鴨制而成 吃起來,甘甜又打點味 如果不喜歡吃咖喱,也可以選擇番茄燒汁或奶油瓦糕汁 如果大家還吃過哪間好吃的日本菜 歡迎導演告訴我們 分享給大家 下次見 歡迎 主持人